黑亚当与雷霆杀赞又有着怎样关系 电影黑亚当彩蛋蕴藏什么秘密 在影片结尾一个叫沃洛的女人 前来威胁亚当 禁止他离开坎达克 这个人的定位 差不多相当于漫威里的一刻举者 收集着所有超级英雄的资料 而在彩蛋结尾 超人出现了人们的眼前 也是掉足了粉丝的胃口 但注意亚当说的是 让他们都来 所以外星人应该不止超人人 原计划可能还有火星猎人 而在正义联盟电影中 火星猎人去找了蝙蝠侠 这就导致从那时开始沃勒 开始监视火星猎人 甚至已经知道了 还有一个被删掉的彩蛋 命运博士头盔现身沙漠 有一个人伸出手拿起了他 而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小男孩 但可惜的是 非亚当去集项目流查 一时半会应该看不到 而至于非亚当与雷霆杀赞又有怎样关系 为何两人变身都喊出沙赞 同时身上都带有雷电标志 首先沙赞不是一个人 而是上古六位天神名称首字母代表 分别包括所罗门的智慧 赋予了其斗智斗勇的才智 第二位是海克利斯的力量 众所周知海克利斯是宙斯的儿子 拥有强大的神力 这在亚当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第三位是阿特拉斯的耐力 黑亚当能够沉睡五千年 则源于此 第四位是宙斯的神力 给予了强大的雷霆之力 类似漫威的雷神力 第五位是阿基里斯的勇气 可以拥有刀枪不入的神力 但也有克星 惧怕永恒时打造的勇气 第六位是墨丘利的速度 拥有快速的飞行能力 最开始乌斯沙赞见亚当心疼正义 选中了他作为继承者 给予了其强大的能力 成为首位抗卫者 但后来逐渐被仇恨击决 显现毁灭整个沙赞一本 成为了黑亚当 而后为了对付黑亚当 乌斯沙赞再次找到了 另一位正直的十五岁男孩 作为新一代沙赞继任者 同样继承了六神之力 可以说两人是师兄关系 两人能力也基本相同 只是在电影中 黑亚当展示出来的能力更加强大 基本无敌 估计是因为雷霆沙赞年龄还小 还处于发展阶段 在漫画中 两人的战斗就没有停止 战斗力也不分上下 但在后续的发展中 两人又相互帮助 逐渐转退为友